8月26日 周济明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女孩子视频自拍微博 老老走看又看都不像薛妈染影影啊 因为今天是周五 我们领导有不在公司 所以呢 现在是周五 我就又偷偷地溜出来了 有没有 我准备下午出去过问圈 然后到个五六点再回来打卡 而这条微博之后又被秒删 一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纷纷跑到薛妈微博下开启告状模式 世明哥刚才发个美女 不是你 看到你老公微博里的女鬼了吗 果然呀 可怜天下粉丝些 真的粉丝们担心会有大新人出现时 视频中的女主角也在微博逞枪 原来 她是周世明和阮念影的工作人员 之前有一次用明哥的秒拍 发了一条工作的微博 结果今天我自己想录个美拍 给我爸妈看 忘了换号 我说妹咋呀 这下全世界都知道你翘班去逛街了 网国捞心们 网络真的是心疼这个蠢妹仔 报答